4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宣布了一系列吸引中国游客的方案 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免除中国游客的电子签证手续费 增加航班数量,争取吸引200万中国游客富韩旅游 韩联社报道称,尽管今年1月至6月,富韩的中国游客仅为54万人次 但预计随着国际旅行的正常化,游客数量将在秋季开始全面复苏 若200万人次的目标达成,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0.16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疫情前的2017年至2019年,富韩中国游客年均达499万人次 目前,韩国跟团游客签证手续费为1.8万韩元 韩联社称,韩国还计划在中国增加两个签证中心 并将积极批准增设两国之间往来的航班 8月,中韩往返航班数量每周达697架次 约为2019年疫情前公布数量的63.4% 韩国《朝鲜日报》4日报道称 在中国团队游客大批到访之前 7月有约22万中国游客访韩,位列各国游客首位 8月继续成增长趋势 2019年,有602万中国游客到访韩国 在韩消费总额比外国游客平均高出38%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二次官张美兰 在紧急经济长官会议及出口投资对策会议上表示 中国游客的消费活动可以为韩国释放经济活力 疫情后,中国游客更倾向于个人旅行 即便是跟团旅游,规模也更小更加细分 因此,韩国政府将以中国游客需求较高的 韩国文化、食物、美装为中心 启动中国游客访韩旅游升级战略 俄罗斯卫星网4日报道称 为吸引中国游客在国庆节假期期间访韩 韩国政府将在北京和上海举行K旅游路演营销活动 在上海K旅游路演活动上 韩国政府将与携程一起直播售卖酒店住宿券和机票 并从本月15日起进行名为韩国游之月的韩国游营销活动 韩国还将在200个韩庄和药店等主要景点提供现场退税服务 并将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的门店增至25万家 韩国政府将重点发展会展产业、赌场、韩国文化、医疗旅游等高端旅游产品 韩国纽西斯通讯社日前报道称 中国公布第三批出境团队游国家名单后 韩国和日本都对中国游客充满期待 但中日两国关系近期因核污染水排海而产生局雨 一些中国游客取消了复日旅游 这部分需求可能会转移到韩国 韩国真好旅行社业内人士三日对亚洲日报预测 由于韩国、中国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 韩国的旅游结构与日本最为相似 因此韩国最有可能取代日本 成为中国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韩国旅游业以及免税行业有望从中获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